中医病证明,抑制中医病机,中气下陷,属气腺症的一种,多有气虚发展而来,适指脾气失损,真举无力,气气下陷,降多生少,对脏腐为牺牲举致力减弱,内脏器官位置相对下移,脾气失陷,可导致轻质身下失调,清凉不生,中气不降,故可并见少富账满重睡,便亦贫瓶之症, 可形成胃下垂,肾下垂,子宫脱垂,脱钢等病症,别乘,脾气下陷,就诊和事,中西医结合科,常见病因,饮食牢卷,损伤脾位,以致脾位近虚,运化无权,清阳下陷所致,常见症状,饮食减少,体卷之罚,少气懒人,面色伟黄,头鱼眼花等,病因病机,多饮饮食牢卷,损伤脾位, 以致脾位近虚,运化无权,清阳下陷所致,正如以东元所说,皆有脾位先虚,而弃不上行之所致也,脾位论,脾位晚饮为继续生化之源,脾位近虚,那运发力,故隐时间少,少气懒人,大便稀薄,脾处生清,脾虚和清阳不生,中气下陷, 故建钢驼,子宫下垂等,清阳陷雨下胶,雨恶不达则发热,气虚凑立不顾,阴气外泄则负汗,其形成原因主要有,脾气虚发展,酒气酒力,酒病体虚,劳累过度,隐身诛音,引起脾气窥虚,生殖无力,反而下陷,导致中气下陷, 本证大多流脾气虚发展而来,朱病原后论,立即朱后脱钢后,钢门大肠后也,大肠虚冷,其气下冲者,钢门反出,亦有阴产用力挪眼,气冲其钢,引力反出也,朱病原后论妇人杂病,朱后阴挺出下脱后,包落伤损,子宫时冷,气下冲则另应挺出,内之下脱,亦有阴产而用力演技,而阴下脱者, 准气受阴脉浮动,肤则为虚,动则为肌,顾脱眼,临床表现,多经有气虚和气线两种症候的临床表现,往往会出现饮食减少,体卷之拔,少气懒人,面色伟黄,头晕眼花,倒变吸糖,蛇智蛋,脉虚,一肌脱根,子宫脱垂,酒吸酒粒,阴晴等,伴有头晕目眩,肢体困重痠大, 生逼懒言,多见于胃下垂,肾下垂,子宫下垂,脱钢移慢性肠炎,慢性立即等病,一晚妇虫罪作长,时入油肾脾气虚升举,无力内造下垂,尽失为腐虫罪更甚,二变异平术,肛门虫罪中气下陷,三九力不值,肾或脱钢九力脾气虚升,不能顾涉,四子宫下垂,脱脱脾气身举无力,五鸟脱如米肝脾气气线, 精微,不能疏不而下流彷徨,六少气乏力,肢体血带,生逼懒言全身级能减退,其头晕目血清凉不生,把舌带排败脾气虚弱,酒脉弱脾气虚弱,不能营养血脉,审症要点, 一有脾气虚的病理基础,并成长,失智,变疼,疲乏,二脏,脆,脆,酒脑等期限的特征表现,鉴别诊断,中气下陷症与脾气虚症鉴别,一脾气虚症,又脾气虚的病理基础,并成长,失智,变疼,疲乏,脾气症已是后腹症,大变疼薄,水种为特点, 二中气下陷症,临床可见脾气虚症的一般临床症状,整肩晚复重症作长, 室后一肾,便一瓶术,肛门重症,酒气酒力,肾则脱胺,子宫脱垂,胃下垂,小便混浊,属你干,其症已战,脆,有些等期限的特征表现, 辩证失智,辩证要点,脾气虚症和脏气下垂,为主要辩证一句, 正后分析,青阳之气不生,则自知气短气坠,头与两花, 气线而机体失却引进的充氧,则见是疲乏力,形体消瘦, 疲失禁运,水骨精微下去,则见到边吸糖,小便混浊,气线无力升举, 不能维持脏气正常位置,股间腕肤坠胀,甚至出现内脏下垂, 青阳线云下焦育恶不达则发热,气虚策立不顾,因细外泄则负汗, 脂肪,补中义气,生阳局限,方济,补中义气汤,方药,黄芪,甘草,人参,当归,橘皮,生麻,彩虎,白竹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